别问着了 高二国王红 你们俩说说 为什么换锁 为了安全 二嫂 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是指谁呢 就指你 艾萍 先不说这钥匙 是不是爸给你的 就算是 这房子我们家住着呢 你进屋不得先 跟主人打声招呼 瓜田李夏 避嫌俩字你不懂吗 这像一家人说的话吗 这是一家人说的话吗 王红我告诉你 你说这种话 你就不配当我的嫂子 谁跟着 什么叫就算爸给我的 你听好了 就是爸给我的 你不信是吧 不信问姐 姐 对对对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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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爸给艾萍的 当时爸还给了我一把 我估计可能是 他觉得自己岁数大了 万一要哪天呢 觉得自己不对的话 你们俩不是都在外边忙吗 所以呢 就给了我们俩一人一把 怕我们要是来了 要是进不了门怎么办呢 姐 你也有一把 我有一把 但是我没用过 不是 姐行 他怎么没我一把呀 你当时没去呀 我和艾萍去看爸的 后来可能爸就忘了呗 不是啊 那这么好事怎么 怎么到我这儿就能给忘了呢 你说 幸亏是给忘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意思是 我们换所没别的意思 爸现在不在了 这房子我们住着呢 你们三家两家都有钥匙 姐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是说 但凡我们家丢点东西 你们说会不会落怀疑啊 我换所 那是为大家着想 哎呀 这个 其实 换所应该跟大家打个招呼是吧 不知生不年远的就把锁换了 你说让我们怎么想 这多亏了是高飞去给发现了 要不然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我还正想问这事呢 去大飞大白天跑我们家干嘛去了呀 啊 他怎么就发现我们家把锁给换了呢 他婶 这 高飞是去找高欢借书的 借书 高飞可从来没找欢欢借过书 我问欢欢了 人欢欢说了 高飞压根就没提借书这事啊 就是在电话里不停地追问 我们家有没有人 借书行啊 你敲敲门人没在你走就是了 你怎么就发现锁给换了呢 那你就是说 我们家高飞撬你家门去了是吧 我没这意思 我意思锁换了 换的是对的 你还来进了 你还换的是对的 那是我爸的房子 你们不经过我们兄弟姐妹的允许 私自就把锁换了 怎么着 我爸的家不许我们兄弟姐妹进了 是不是 你进可以啊 进可以啊 你得等主人在家吧 不是 这房子主人是谁还不一定呢 行了别别别说了 你说咱也说不过他们 你吵也吵不过 其实就那个意思 锁是我换的 王虹刚才说了就为了避嫌 你看弟妹你那天进我们家 我就完全可以怀疑 房本和首饰你拿的 这一进门就冲我们两个来的钱 你看像审犯人似的 这过分不过分的 嘿 我算是听出来了 这说来说去啊 是怕这钥匙在我们几家手里 你们觉着不安全是吧 算你说对了 我就这意思 那你们的不安全是指什么呀 是怕我们搬你们家东西呢 还是偷你们家钱呢 弟妹 你说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我没那个意思 对呀 你们家也没什么好拿的 是不是 是怕我们拿走房本是吧 你要不怕放我那又怎么样呢 你还就说对了 我是不放心你们家 你们也不会放心我们家 哥呢 也不会放心咱们两家 是吧 哥 这 这 你别说我还真不放心 不是 话都说这份了 那咱们谁也别装了是吧 你说咱们兄弟几个 谁信谁呀 除了姐之外 对呀 既然你们信不了我们 我们也信不了你们 那我出个主意啊 大家都相信姐是不是 把房板放姐这 行吧 姐 别 这样不合适 凭什么呀 这不分明冲我们家来了吗 行不行 你太侮辱人了呀 谁侮辱你了 你们不相信我们 我们也不相信你们 那就放姐这 都相信姐 你不相信吗 就放姐这 我我我我 我觉着啊 爱平这个主意不错 公平 是吧 我同意 你是同意啊 姐从小就向着你 放姐这 你可有机可乘了 不是 怎么着 怎么你一跟我说话就带刺 一跟我说话就带刺呢 你别忘了我是你弟弟 知道了你是我弟弟 不知道的 以为你是我大爷呢 一口一个泥泥的 你什么时候管我叫这一声歌 反正这房本 我们家是绝对不会拿出来的 不拿出来不行 就别放姐这儿了 人家是货家 那我传上去好说不好听啊 直接放我那儿吧 你想的挺好的 房本 死亡证明都在你们家 你拿着就过户去了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昨儿高飞到我们家干嘛去了 看婶 你说 你给我说清楚了 昨天高飞到你们家干嘛去了 今天你要不说清楚 我他妈跟你没完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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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始终叫你哥吧 咱有事说事 别骂人哪 他说我儿子我能不罢他吗 长辈有这么说小辈的吗 知道自己是长辈啊 你说呀你 我说就说 你们高飞干嘛去了 你回家自己问问 我们对门邻居从门禁里都看见了 高飞站我们家门口 拿钥匙捅我们家门半天捅不开 才知道我们把锁给换了 你放屁 弟妹 说话你 可得有根据啊 你就这么红口白牙的 可冤枉死我们家大飞了 再说咱们是亲戚 你又是长辈 你可不能这么说孩子 就因为咱们是亲戚 换外人这叫犯法 我早报警了 你还敢报警 那是我爸的家 你们不经过我们兄弟姐妹的允许 就私私换锁 你 你还有脸报警 你报 报啊 哥哥哥 哥我再叫你声哥 你说话能客气点吗 什么什么 什么呀 客气什么呀 我跟他客气不着 老二 咱爸咱妈一直说 你是咱们家最老实的孩子 你老实吗 你老实吗 你老实都是你挑出来的 爸这刚锁多少日子呀 你就私自换锁 想独占那房子 六亲不认是吧 我告诉你 有我在 想都别想 对 要把锁换回来 要把房产本交出来 姐 你就看着 他两个这么欺负一个老实人啊 你叫姐有什么用啊 姐也不会看着你们这么胡闹 对 王虎 今天 你不把这话说清楚 还我儿子一个清白 咱们没完 你坐下 有话好好说 我还在什么清白 我压根我就没冤枉 他都告诉你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老爷的照片就摆在这儿了 来 当着老爷的面打吧 打呀 不就是一套房子吗 这日兄弟之间大大出手吗 你们是否也希望将来我们几个小的 也像你们一样因为一点利益 手足相残 我是做小自卑的 本来不该查出你 但是我今天必须说一句 有什么问题 咱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解决了 我们这不是没法心平气和的 要不 我们也说这个心平气和的方案 让我们能够心平气和的 好 你们说老爸的 那咱们才能心平气和 那好 咱就一件一件的 从最小的书起 先说老爷那两件股东手势 然后咱们再说存折的事 房子既然大家都不愿意让步 那就放在最后 行吗 姐说行的我同意 那行 我怎么着都行 哎呦 大伙儿都这么说 那就这么先怎么着呗呀 二哥 爸那两个手势真的找不到了 结果发生我真不知道你哪儿去了 这 那行吧 大家都回去 都想想琢磨琢磨 看爸这个手势 他到底能放在哪儿 好不好 等这个事找着以后再说别的 那今儿就不留你们吃饭了 散了吧 哎呦 你这猪海还咋呀 谢谢 三哥 先带你到医院前去 不是 那伤子哪儿没有 真是咱怎么回事 人家 这啥黑手 他 怎样我们 这 这 我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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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